来 怎么这么远呢 小 我实在走不动了 妈 那就歇会儿再走吧 靖海 你先上去海门 靖海啊 城里不比乡下 要有礼貌 知道吗 我知道了 你这是干嘛 想把我的门砸坏啊 我找我表舅 找错了 这哪有你表舅啊 真是的 大妹妹 是我呀 是你呀 大妹妹 你还好吧 我那大兄弟也还好吧 他们两个是谁啊 这是孝儿 你不记得了 这个小的呢 他是你大表姐的孙子 金海 你没见过 你们乡下七大姑八大姨的太多了 我才懒得记呢 我看你的眼睛没毛病嘛 你没看门上这个按钮吗 还以为是你们乡下呀 有那么大的劲儿敲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打劫呢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有什么事儿吗 大妹妹 真是不好意思 我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了 这阵子眼睛也快看不见了 我们乡下卫生院的医生说呀 这个叫老 老年白 白什么来着 你跟你表舅妈说 医生是怎么说的 白内障 对对 医生说呀 这个病要到城里大医院开刀 开什么刀啊 赶快死了这份心吧 没用的 为什么 我是学医的 难道还不知道吗 白内障手术的成功率不高 白花那些钱干嘛 我们村也有治好的 那是碰上了运气 那干嘛不碰碰运气呢 总不能坐在家里等着瞎吧 好啊 有志气啊 那你就去碰运气吧 可你们有钱吗 大妹妹 大兄弟在家吗 找他也没用 我们刚刚装修了这套房子 花了十好几万 家里的钱都是我掌握的 我知道 谁来了 大兄弟 是我 大姐啊 你来了啊 这是江啸吧 都长成男子汉了 怎么站在门外头说话啊 来来来进屋 进屋坐 大兄弟 我们这就走 不难为你了 什么话嘛 既然来了 就到屋里来坐嘛 来 给大姐清茶去 来 坐坐坐 屋里走 妈 我和静海在楼下等你 什么话呀 既然来了 就进屋坐会儿吧 还是进去吧 我也惦记你舅舅 说两句话就走 什么 走 就在这吃饭吧 来来 进屋坐 来来 进屋坐 来来 进屋坐 一块进屋 大姐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妈 坐这儿吧 你们怎么到处乱坐呀 快起来 快起来 哎 怎么了 你 你看 来 坐这儿 你们乡下不是习惯做木凳子吗 大姐 来喝口茶吧 妈 我们走 小儿 别说了 妈 走 大姐 姐啊 大姐 大姐啊 大姐啊 你敢去 放下吧 来 你 那杯水我们谁都没动过 连杯子都没碰一下 说两杯水我们谁都没动过 我还… что我们也会水 谢谢我 你看我 弃人 实在是弃人 那后来呢 这事就这么完了 罗哥 你已经不是外人了 告诉你也没关系 这件事要是这么容易就结束了 那他就不是我舅舅了 就是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从那个亲戚家回来之后 没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 他们说要回乡下来扫墓 说是扫墓 其实就是找个机会 到野外来散散心 还点名要和我们乡下 做的芝麻雷茶 这时候 我舅舅赶紧把我找过去 对我说 金海 机会来了 看看 这乡下多漂亮啊 有山有水 怎么样 你看这小花好不好看 城里人少见多怪 这花啊 很贱 满山遍也都是 跟你差不多 什么意思 看上去挺滑贵的 其实很贱 骨子里啊 还是个乡下老 别瞧不起乡下人 朱元璋小的时候 不是也放过牛嘛 照你的看法 你能相信他 能够建立大明王朝吗 哟 还真没看出来 你原来是 朱元璋第二啊 不不不 我哪有那种操练 老婆 不说了不说了 你看着点呀 我看着 哪呀 搞 呀 三 九 哥 老婆 大哥 过来 他 别把我 帅 Appreciate 你 你 不 你们 回来 什么时候回去啊 别太耽搁了 路上还有两个小时的汽车呢 别着急嘛 咱们喝完雷茶就走 好不好 表舅 好 来了 有芝麻有姜真香啊 什么呀黑乎乎的 谁稀罕呢 你不懂 当年诸葛亮带兵征服南疆 连士兵都染上了瘟疫 什么药都不起作用 最后全是靠这种雷茶 治好的 你也喝一碗 不喝 多不畏生啊 我们这碗是煮过的消毒毒的 碗煮了有什么用啊 瞧瞧你那双手 多脏啊 你不喝 正好我还想多喝一碗呢 既然来了 酒入香随俗给个面子 你喝一碗吧 多少尝一点吧 面子 谁的面子 真有意思 让我给你面子 天哪 你这是怎么了 你 你醒醒 谁不讲卫生啊 我看你是瞎了眼 这世界上 只有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才是最不讲卫生的 救命啊 杀人啊 杀人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的 我今天只是还击消消毒 灭了你们这些细菌 细菌 我给你们消消毒 消消毒 谁不讲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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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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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来 热 怕不怕 怕 我也是 怕也没用 太晚了 已经来不及了 这地方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 我们要远走高飞 走得越远越好 你也是 你说 她们该死吗 该 她们该死 没错 她们是该死 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 她们凭什么瞧不起我 凭什么侮辱我亲娘 金海 再也不能这样窝囊下去了 从今天起 把腰杆挺起来 既然活在世上 就要受到骑马的尊重 如果没人尊重我们 我们就自己尊重自己 要不然 还活着干什么 你说是不是 还不如去死呢 拖拖快快就去死 measure 你 您